酸飽下去了 給它一下 今天我們來煮一道那個 你做過的來當吃了 如果你那隻要進入冬天之前的可以吃 先溫補起來 到時候才不會怕乾 我們今天來煮一道麻油酸飽麵線 什麼叫酸飽 酸飽就是一個油漬 還有一個乾 米酒倒進去 米酒倒進去 下去那個辣味 把它的那個腥味去除掉 我們就把油漬跟乾 先下去汆燙 先汆燙一下 給它汆燙一下 如果不要燒到太熟 燒到太熟了 你要稍微拉一下 裡面滾開就好了 現在滾起來 有沒有 它的泡沫都起來了 那我們就 轉小火 慢慢的撈起來 也不要太老 太老 你為什麼不吃 火開下去 記得 米燙已經要先 給它浸泡個十分鐘 二十分鐘都沒關係 一眼太鹹 已經熱鍋了 麻油 來 就把這 底下這一層 覆蓋起來就好了 我讓它熱鍋到 150度以上 這個味道起來了 來 這樣就丟下去了 中小火就好了 好大火 下去了 不要重疊 讓它慢慢的 一塊一塊 都吃得到那個麻油 好 這樣 OK 好 這邊來拉一下 來 炒一下 再繼續 洗澡不夠 你要稍微的把它用到金黃 如果女孩子敢吃 多吃一下 那個冬天來了 你們就比較不會怕了 人家說 先補開蛋 先補起來等 來 OK 再來 我們先轉中小火 裝飽下去了 把大火開下去 下去了 開大火了 然後等一下 你把它炒到 裝飽的水都沒有了 就可以開始下一道程序了 水要下去 你要多喝一點湯 你就多喝一點 先把它蓋起來 讓它沸騰起來 我們再等個 差不多 兩三分鐘 很快就好 來 滾起來了 首先先把我們的 枸杞 枸杞 讓它下去了 枸杞 再來 米酒 你要吃得多 要吃得多 要吃得多 要提味的一點點就好 我們有女孩子要吃 我們不要加太多 這樣就好 有人在說 煮麻油放眼會苦 其實不會 你不要放太多 你放太多 所以絕對一定是苦的 先不要加太多 自己適量 不然你會來不及挽救 我就超這樣而已 這個差不多半湯匙而已 基本要喝這個 一口 兩口 這樣子就好了 OK 好 霍一霍 OK 剛好 不會鹹 也不會苦 冬天必吃的 你來吃多吃一點 不用先下去了 我米山用 以前古早的人說 幾屋幾屋 我用三屋 三屋聽好嗎 三屋就是 這屋就是一個手 你所說的 我用三屋 我把蝦拿出來 我拿出來 多給我 太多佛了 我把蝦拿出來 那這三屋 我把蝦拿出來 有些負擔